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在分裂 分化 政治人物违反游戏规则 散播仇恨 也激化政治仇恨 在互相提示 猜疑及恶分法的氛围中 宽容博做了一个不同的示范 他用爱来处理冲突 用宽容来对待装潢 下来是星宗日报全面规划垃圾管理 大马垃圾处理问题 最近因焚化炉的新建引起大家讨论 一名昵称垃圾博士读者发表言论指出 大马无论是在垃圾收集 运输或土埋每一个阶段都是问题一罗罗 他认为在处理垃圾管理问题常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注重在垃圾去向 不是土埋就是焚化炉等建议 这也是企业家所关心的重要部分 因为有生意利益的存在 但是垃圾管理应该注重的是全面的规划 包括运输 收集 再循环以及最为重要的人民思维的改革 甚至是管制商品的包装和材料等 才是质本的上色